6月20日由公民反司法滥用联合会简称CALA 与美国英龙传媒联合主办的座谈会 在英龙传媒文化中心举行 提醒广大小业主警惕相关新法规 规避导致企业关门丧失就业的风险 座谈会就即将于2018年8月生效的65号法案 邀请公民反司法滥用联合会主任肯·巴安斯 公民反司法滥用联合会地区主任马利安·马利诺 65号法案专家迈克·伊斯特等嘉宾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进而探讨应对方案 主题议题包括65号议案新挑战 65号议案新在何处 什么是PAGA 它怎样影响了企业 什么是工资及小时工资法 怎样改革等等 在自由问答时间 议会者畅所欲言 抓住难得的机会 请专家解答 今天的讲座上提到了许多法律 这些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劳工以及企业权益的 但是很多上庭律师、人身伤害律师则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而钻控制 向中小企业勒索现金的协议赔偿 很多时候这些律师的目标是那些英语 不是母语的移民商家 这些律师认为 移民商家容易被官司吓到 容易威逼和对付 我们今天就是希望让商家们提高防犯意识 并提供一切有益有用的建议和忠告 65号法案规定 除非有足够能力说明没有显著危害 否则生产厂家则必须提供其在加州销售的产品 不含加州政府所认定的九种致癌物质 或者伤害生育机能的化学物质的具体警示标语 违反本条法律将导致大量的法律诉讼 即便是和解 也足以致使企业关门 是就业机会 白白流失 嘉宾表示 鼓励业主严格核查其企业所用的 以及在加州境内销售的产品安全标签 确定是否含有某种化学物质 可以访问官方网站 与网站提供的化学品清单 主义核对 嘉宾们表示 加州的企业 理应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 为发展拼搏 他们没有理由 时刻准备着应付法律 对他们的攻击和纠缠 华夏电视台记者西可文纳士采访报道